如果夏天你也想多买几百块钱 又怕新鲜水果卖不掉浪费 那这杯不用新鲜水果的草莓厚椰乳 肯定是你需要的产品 它整体制作简单 并且口感这块真的一点不输品牌的 首先我们放入50克的茉莉花茶叶 我们称入好茶叶之后 然后拿着凉杯 接一下1200毫升的水 我们接到1200毫升 水的温度我们一定要冷却到80多再用 好温度到了之后我们拿出 然后我们赶紧倒入在这个茶叶上面进行冲泡 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盖盖子 然后我们计时8分钟 在这个时候我们再拿另一个两杯 然后盛入800克的冰块 好刀几时结束后 我们把泡好的茶叶直接过滤在冰块桶里 然后我们拿一个八勺搅拌均匀 备用就可以了 这个刚泡好的茶叶风味啊 这块是真的香 首先我们在雪隔壁里面放入这种深夜椰子粉 40克左右 我们呢一定要拿电子秤进行秤一下 然后我们接入少量的热水搅拌均匀 草莓酱我们放入30毫升 这里呢一定要用盎司杯进行定量 草莓酱这块我尽量选择质量好点的 鲜味足 做出来的饮品也更好喝 纯牛奶我们放入60毫升 这种茉莉小白牙茶汤 我们放入100毫升 再补入大量的冰块 和少量的直营水到达500的刻度线 然后我们给它许刻摇匀 摇匀后我们在杯子里放入一勺草莓酱进行挂壁 放入草莓酱呢是用来增加这个饮品的一个颜值和整体的风味 然后我们倒入做好的奶茶 这杯草莓厚椰乳你别看它没用新鲜水果 但是味道这块绝对难捏 我们下期再见